另一个是真的合体 成军12年的F4 现在排除万难要合体 要抢下将近3000万元 12年前他们以偶像剧 流星花园走红亚洲 各自拥有一片天 而江苏卫视呢 现在就想要在大年初一的晚会上 让F4合体 之前央视春晚让小虎队合体 而这次江苏卫视要让F4合体 四个人将唱包括了第一时间 还有流星雨等等的招牌歌曲 现在呢他们都说很期待 就像叙旧一样 而据老姐之所以能够合体 当然是酬劳很高 因为高达了人民币600万元 整合新台币2792万 让四个人再一次合作 话题呢我们就带来看 是成军12年的F4 确定要在大陆的江苏卫视 就是大年初一播出的春晚节目当中 正式合体了 在30号他们在北京录制 那么预计呢会有一些招牌的歌曲 像是大家很熟悉的流星花园等等 他们四个人是睽違四年在聚首 所以严承旭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说其实合体就像是叙旧一样 非常的期待 而四个人合体这个价码是多少呢 据传是高达600万人民币 算一算折合台币2792万 熟悉的旋律 这是F4在2001年的成名曲《流星雨》 四年前在日本巡回七场演唱会后 严承旭 周渝明 吴建豪以及朱孝天 四个人各自朝唱片 戏剧或电影发展后 从未同台演出 但最近确定 四个人将在大陆江苏卫视春晚合体 大陆央视春晚曾经促成 小虎队合体演出 当时就传出有制作单位 打算让久违的F4也再度登台 但始终是指纹楼梯小 不过现在已经确定 江苏卫视大年初一播出的春晚 F4将会再度合体 预计将演唱招牌歌曲《流星雨》 《情非得意》和《第一时间》等成名曲 就算你我再热闹悬花中走散 有机会的一时间更来 F4这次能排除万难合体 外团丰厚酬劳是主要原因 据传江苏卫视开出合体价600万人民币 相当于台币2792万 这也让12年前以偶像剧《流星花园》 在亚洲爆红的四个人 有机会再度同台 颜承旭之前受访时也坦言 非常期待F4一起演出 因为这感觉就像是叙旧 天价合体也让F4的歌迷同样期待 TB新闻最后报道